大家好,今天2017年的9月5號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說 我們要如何將這個薄荷把它養得很茂盛 我們將距離拉近一點的來介紹一下 我們來看這薄荷 薄荷這樣子 一般來講說我們一般來養一養 這薄荷 像這樣子 這個枝條來講 養一養呢 這個枝條會老化 葉子會老化 然後呢 就是枝條也會跟著老化 老化的枝條呢 就會看起來這樣子老老的不漂亮 要拿幾條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這裡這樣 黃黃的 很醜 那我們如果想要讓它 可以長出側芽的話 你可以考慮說 我們把這個老子剪掉 剪掉 讓它從旁邊長過新的 那像我這一盆呢 薄荷呢 它是底下的 它有那個叫做 葡萄金 我拉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會在這個盆栽的戒指底下呢 走金 走金之後呢 就會有辦法 慢慢的 越深越多的時候呢 它才有辦法從 各個 從這個四處 這四周呢 長出 那個薄荷 新的薄荷 然後你剪掉之後呢 它會從底下處理中長出來 那這一盆呢 是因為它本身的走金 並沒有走得很漂亮 走得很完整 所以呢 看起來會這樣 稀稀疏疏的 那你如果想要它 很完整的話 看起來說 底下的走金走得很漂亮 你可以試著把這些 老掉的這些 這些薄荷金呢 直接呢 埋上新的土 像我個人是木屑種的話呢 那我就這樣 把它木屑呢 把它埋下去 那它下次再長出來的時候呢 就會長得很漂亮 那我現在這樣子給大家看呢 看了這株呢 講的話 大家可能是覺得 沒有什麼說服力 那我們換一盆給大家看一下 看這一盆的話 就看起來就非常的茂盛 這一盆呢 就是之前呢 我也是一樣 這樣底下呢 所有的老掉的枝條呢 把它埋下去 埋下去以後呢 它就會串出很多的新芽出來 然後看起來就會長得很茂盛 當然啊 這個這個 薄荷呢 再過一陣子呢 像這個開花的喔 開花呢 它會長種子 種子可以留著 可以種 那久了呢 像這個 這條 你看這邊有老掉的枝葉子喔 薄荷就是這樣子 它會老掉 長一長老掉很難看的時候呢 你就把它剪掉 不然你就把它 搬土 再把它埋回去 埋深一點 那日後呢 它再從底下呢 就會有很 在塗 泥土下方呢 會有很多的 葡萄金的時候呢 再長出新的薄荷的時候呢 就會長得很茂盛 看起來這樣 就像盆栽這樣 很漂亮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介紹到這邊 有趣趣的朋友呢 自己去嘗試看看 謝謝收看